文林院都跟聚差户王家仁 时日到市议会陈勤 首度和台北市长郝龙斌见面 第一时间因为会面时间太短 并没有达成共识 郝龙斌在议会施政报告结束后 再度约了王家秘密会谈 王家表示 从交谈中感受到北市府的诚意 大批支持者和袁警你推我挤 文林院事件爆发后 王家仁和郝龙斌终于首度见面 市长还特别搂着两夫妻 却因为会面时间太短没有共识 不过在市议会报告结束后 郝龙斌又找王家秘密会谈 王家七个人就坐基本车过去市府 然后跟郝龙斌谈大概一个半小时 觉得郝龙斌市长他也释出了 释出了他的善意 那我们也觉得他似乎是值得信任的 他保证绝对不会再让都根处 还有热阳建设继续抹黑我们家 那希望我们可以坐下来 把这件事情解决掉 郝龙斌释出最大善意 让王家松了口气 所有人终于有一天睡得比较安稳 只是整个都根案的土地权利 还是卡在乐阳建设手上 王家人表示 郝市长承诺北市府愿意扮演中间的协调者 他立即变更设计帮我们排除在外面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昨天除了市长之外 他还有请谁到县城来给你们讲一下 这方便我不方便多说 我想我们可能说 就王家所提出的一些 希望协助的市长 太平市政府会在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会尽量的给予帮助 对于细节双方都不愿透露太多 不过好事长的低身段 让延烧13天的文宁院事件 似乎出现曙光 新唐人的电视综合报道